蓝营虽然将攻击的矛头锁定住了苏贞昌和陈时中 但是对于含瘦肉精美猪具体会有多大的监管作用 还有待观察 我们也注意到国民党之前提出两项被外界认为是 亲美抗路的议案 让蓝营过去一段时间强打反瘦肉精美猪的焦点 严重的模糊了 那么此次蓝营再度出征立法机构 邓先生您认为这是国民党战略的重整吗 的确是国民党的战略重整 在上周国民党提出了几个议案 包括像台美建交或是请美军来协防台湾 这两个议案不但是引起了台湾内部的极大的争议 而且对国民党在台湾人民的支持度方面并没有增加 反而有觉得国民党好像不食人间烟火 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案子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国民党必须要针对一些议案 能够为自己在选民的心目当中能够加分 其实最好的议案现在就是美猪 这个是对国民党最有加分的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民进党在野的时候 针对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要开放美猪美牛进口 当时他们就提出来他们坚决的反对 他们说这个不是光进口美猪美牛的问题 而且是健康的问题 好 现在他们执政了 这个翻脸就跟翻书一样 这个转变的态度这非常快 所以这个是有关民进党在台湾人民心中诚信的问题 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是最大的在野党 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能让这个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虽然现在它是行政权 说开放就开放 但是立法权还是可以监督它 所以国民党一定要集合所有的这个力量 在立法院这个要执询它 要杯葛它 一定要让它这个美猪的进口 这个没有这么顺利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也要透过这个媒体 透过这个管道 告诉台湾的人民 是民进党开放这个美猪的进口 造成台湾人民有可能吃到这个 含莱克多巴胺的美猪之后 健康会有疑虑 第三个就是 我们这个下一代 我们的小朋友 我们的学生 如果在学校吃了学校的营养午餐 里面还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的话 那这个责任也要归咎到这个民进党执政 所造成的这些恶果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好好发挥在这个民意机构的力量 让这个台湾人民知道 这个开放含莱克多巴胺美猪的进口 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政策